明年元旦起开放莱猪进口 台湾市超前部署 祭出全国罪员团善契约 要求学校午餐全面采用国产猪肉 一旦发现使用莱猪 立即与业者节约 而且永不入用 维护学生的健康 是否就替于校园的团善食材业者 齐聚大人国小 签署拒绝莱猪进入学校午餐 但针对细节的把关 以及国产猪肉成本价格偏高 业者全力配合 但也有苦难言 在台中市政府的后周下 校园团善 食材业者 还有资本校园团善学校 大家共同签署拒绝莱猪进入学校午餐 而台中市更定出全国最严的契约 从源头限制 只能使用国产猪肉 超前部署的要背顾学生的健康 所有学校的营养午餐 一定要使用国产猪肉 一定要使用国产猪肉 第二个如果说有少数的 那如果说万一万一 那发生了使用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的话 那我们就会立刻解约 永不录用 那唯有透过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把关 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师生不会吃到含有瘦肉筋的猪肉 我们自己立场里面我们去为了自己的小孩跟下一代子子孙孙 我们真的也感谢台中市鲁销院市长帮我们站出来把关 为我们的孩子而努力 营养午餐是公办民营 所以在我们的流程上有专业的营养师进行把关 同时我们每天也都有监处的负责人员 所以在食材方面都有SOP流程 然后务必达到交易局的政策 市场实际走访大人国校了解营养午餐的供货取得 以及国产生鲜猪肉的追索 中央预计明年元旦起开放萊猪进口 而台中市秉持瘦肉筋零检出了政策 业者虽然是全力配合 不过一餐40元的营养午餐 面对高成本的国产猪 贪烟有压力 以及食材细节的把关上 都希望市府能够提配套补足 比较担心的就是成本的问题 那如果说在财务上可以的话 我也去呼吁说我们的市政府 在整个配套上 能够给我们业者动用的支持 台北市一餐平均70块了 我们这一边还在40几块 但是要求一模一样 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何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点 让业者能够生存下去 我想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改天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今天唯一的就是只有一个重点 拒绝往来 台中提出了全国最严的契约 来拒绝奶猪瘦肉精进入到校园里 但业者生存 与学生的健康 如何取得完美平衡 也是政府该重视的另一项课题 这里将台中采访到